- 嗨 晚安 - 嗨 晚安 - 嗨 晚安 - 今天呢 我們把SLS開出來了 - 因為我剛從台北下來 - 我跟阿倫呢 - 這次上台北去看了那個 - 新的賓士Vision 111展覽 - 看完之後呢 我心裡真的很多感想 - 一衝下來台中就先把SLS牽出來 - 那我原本是要在台北做開頭 - 但是那邊因為有播背景音樂 - 然後那邊人有很多 所以說實在的還蠻醜的 - 我就想說 下個小時之後 - 我們把SLS開出來 -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經歷 - 那這次會把SLS牽出來就是因為這個OE門 - 賓士只要在他們的車上放OE門 - 都是一件對他們來講很重大的事情 - 那在這台SLS之前呢 - 大概50年前 - 賓士300SL上面也有OE門 - 那之間其實有一台車 - 就是C111 - 也是OE門 - 那我今天去台北看了這台Vision 111呢 - 就是用那一台C111作為基底 - 做出來一台概念車 - 那我去Vision 111的展場 - 當然是有錄一些素材回來的 - 那在帶各位去看現場之前呢 - 想先跟各位講一下那台Vision 111的由來 - 早在1967年的時候呢 - 賓士就開始了一個秘密計畫 - 代號為C101 - 那這個秘密計畫呢 - 就是賓士設計了一個 - 為實驗而誕生的超跑平台 - 那我剛剛講的代號是C101 - 為什麼車子是C111呢 - 那其實原因很簡單 - 就是因為當時寶師把所有 - 把所有101啊 - 202啊 - 反正就是中間有零的三連數 - 全部都註冊商標掉了 - 所以賓士說的車不能叫101 - 就叫C111 - 也就是111 - 那這個C111其實不只是一台車 - 它總共有四個階段 - 那它的初衷呢 - 其實是為了測試賓士的轉子引擎 - 你沒有聽說轉子引擎 - 賓士曾經有購買過轉子引擎的專利 - 然後他們想要把這個轉子科技 - 塞到一台賓士超跑裡面 - 所以才有C101這個計畫誕生 - 第一版的C111長這樣 - 它其實跟我們熟知的C111差蠻多的 - 那這台設計出來的時候呢 - 是在1969年的IAA車展發表的 - 裡面搭載了一個三轉子275匹馬力的引擎 - 那當時呢 - 發表完之後全世界都轟動了 - 因為呢這台車不僅是超跑 - 更是OE們 - 300SL在當時已經是15年前的產物了 - 賓士已經這麼久沒有一台真正超跑等級的東西了 - 當時賓士都在做一些高級車啊 - 頂多就是小跑車SL Class - 那C111的發表大家都覺得 - 終於賓士又要出一台可以震撼全世界的超跑了 - 那很可惜發表完之後呢 - 賓士的高層覺得沒有到達預期 - 三轉子馬力不夠扭力太小 - 然後呢外觀也不如預期 - 所以賓士又打造了一個C111之二 - 也就是第二版 - 那第二版呢 - 升級到了4轉子349匹馬力 - 馬力數值在當時也夠了 - 可以打掉當時的911啊 - 法力365啊什麼的 - 所以賓士他們準備要出了 - 但是剛好剛好就遇到了石油危機 - 所以賓士這個又耗油效能又低的引擎呢 - 市場接收度瞬間變成0 - 那賓士就想說完蛋了 - 幹我都已經設計好這個東西了 - 不能丟臉吧 - 所以呢因應當時的需求 - 他們把賓士五缸柴油引擎放進C111裡面 - 誕生了C111D - 那這個五缸柴油引擎的輸出呢 - 才188匹馬力 - 但是他打破了16項世界紀錄 - 他們在測試的時候連續巡航 - 平均時速250公里 - 沒小時 - 賓士用這一台C111證明了 - 柴油引擎也能當超炮引擎 - 但是他們覺得遠遠不夠 - 所以呢他們又重新做下來設計了第三代 - C111之三 - 長這樣 - 完全外觀都不一樣 - 他們為了空氣動力學 - 直接重新設計 - 風阻係數來到了0.183 - 超級低 - 而且他們又把原本那顆的柴油引擎 - 再提升到228匹馬力 - 去挑戰世界紀錄 - 誒沒錯 - 它又打破了五項世界紀錄 - 時速來到了320公里的巡航 - 重點油耗 - 再300公里的平均油耗 - 6.25 - 沒聽說6.25 - 比我C63還要低啊 - 有夠誇張了 - 那在這種成就下呢 - 賓士還沒有停 - 因為與此同時 - 寶石街917 - 打破了全世界最快的世界紀錄 - 355公里每小時 - 並且覺得不行 - 我也可以 - 所以呢 - 他們又重新設計了C111之四 - 第四代 - 那這個第四代他們就瘋狂的 - 飛掉了 - 他們把原本的財源引擎拿出來 - 幹了一顆M117引擎 - V8的 - 500匹馬力 - 你們聽錯 - 它把原本一顆原本放在 - SL 跟 S-Class裡面的V8引擎 - 加了兩顆渦輪丟進去 - 直接升到500匹馬力 - 它去幹嘛呢 - 打破世界紀錄 - 四百里四 - 公里每小時 - 你們聽說四百公里耶 - 那時候才1976 - 四百公里耶 - 人家Bugatti玩了三十幾年 - 哈哈哈哈 - 然後呢 - 在達成這個目標之後呢 - C114代就走入歷史 - 欸其實還沒有 - 還有一個第五代 - 但是呢 - 在他們剛開始設計 - 藍圖畫出來 - 原型車的外觀 - 剛出來的時候呢 - 賓師就覺得財務危機 - 好 掰掰 - 這個計畫就沒了 - 所以 C101計畫 - C111這台車就走入歷史 - 總共16台車 - 五個不同的樣式 - 如今 - 就有第六個樣式了 - 賓師為了紀念這一個創舉 - 第一台 - 打破這麼多世界紀錄 - 用電腦去設計 - 繪圖計算出來的一台 - 賓師原型車 - 原本應該是 - 七八零年代賓師的頂級超跑 - 這麼具有代表性的車 - 賓師終於在21世紀 - 復刻出了一個概念車 - Vision 111 - Let's go - 那Vision 111這台車呢 - 傳承了C111的實驗精神 - 他們這台車不單單只是一台空殼概念車 - 它用賓師最顯的EQXX科技 - 達成了續航力超過1000公里 - 單次充電的創舉 - 與此同時呢 - 也傳承了C111的超狂風阻係數0.17 - 比C111之三還要低的風阻係數 - 很誇張 - 那你現在看到這台車的外觀 - 其實它的靈感就是來自於C111之2 - 沒錯是之2喔 - 不是之1之3之4 - 之3之4太誇張了 - 其實我們最熟知的C111就是之2 - 其實看它的車頭就很明顯 - 你看它下面那一整個LED面板的下存 - 它左右兩邊都有那個賓師霧燈 - 它雖然是電子面板做出來的霧燈 - 但是因為它的電子面板的格子很大 - 所以看起來其實還蠻復古風 - 有那種89年代的經典未來風 - 那C111之2是先燈嘛 - 但是現在的法規不能先燈的 - 所以它不是先燈 - 是先燈這樣掀起來的還蠻酷的 - 那走來看它的內裝一樣 - 它的內裝就是用一個復古經典未來風 - 它椅子用的材質有點太空布的感覺 - 但是它的方向本來是用F1設計靈感 - 還有它的懸空液晶螢幕 - 其實它的設計就是平時用現在最先進的科技 - 去設計出來一台車 - 但它的設計理念是以未來舒適風為主 - 它們主打的是舒適駕駛 -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在舒適 - 還有它整個室內空間設計的著重感還蠻重的 - 再來往後看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行李箱 - 這個全借才限量111個 - 這是賓士Vision系列的行李箱 - 這個買得到的應該就是那種頂尖VVIP賓士客戶 - 這個跟我們沒有關係 - 但我們可以用欣賞的還不錯 - 經過它的OE門可以走到它的後面 - 它後面一樣是一個很大塊的液晶面板 - 它的液晶面板現在上面雖然寫的1.11 - 但是它其實可以變成尾燈了 - 它可以變成單顆雙顆尾燈 - 也仿造當時C1.11之二的設計靈感 - 還蠻酷的 - 說到底這只是一台概念車 - C1.11系列不是概念車 - 它是測試車、原型車、實驗車 - 但是Vision1.11就是一台妥妥的概念車 - 我很慶幸賓士保留了很多C1.11原本有的元素 - 比如說歐一門 - 比如說它的超狂風暑系數 - 還有它的實驗精神 - 賓士都有保留住 - 但是又同時加上現代的一些元素 - 比如說純電的技術 - 未來感的設計、自動化的駕駛 - 它們這些元素全部都有放進去 - 我覺得還蠻酷的 - 但是就讓我們回到現實 - 我面前這台SLS - 你知道嗎 - 看完那台Vision1.11再回來看SLS - 我心裡其實是五味雜神 - 因為我對電車跟對賓士的走向 - 還蠻抱有遲疑的態度的 - 那這個我們上車再講 - 我們先發動聽一下 - 幹這V8聲浪影 - 走吧 - 拉著這個OE門 - 真的是爽 - 好 踩著發動 - 來 V8引擎 - 最後一台C11也是V8引擎 - 好 我們把OE門關起來 - 上路 - 我再跟各位聊聊我個人的感想吧 - OK 那現在我們上路 - 我們開在SLS - 其實 - 就像我講的 - 我心裡是有點無微雜程度 - C111當初做出來的精神 - 就是把各種不同的引擎 - 放進那台車裡面做實驗 - 它放了轉子 - 它放了柴油引擎 - 到最後又放了V8 - 大V8引擎 - 但如今這些引擎科技都已經快要成為過去式 - 現在的路上已經越來越多電動車了 - 而且電動車的科技也一直都在進步 - 已經快要把油車取代了 - 那在這個年代裡面做出來的概念車 - 確實應該要是電動車沒有錯 - 但是連賓士自己的CEO都發表意見說 - 他們電動車的走向不對 - 他們這幾年 - 他們不但會延後全電動化的日期 - 而且延後了10年喔 - 他們還宣布增加資金在研究內燃機 - 所以讓我覺得最惋惜的地方是 - 對 雖然Vision11是朝著未來走的 - 但是不是內燃機 - 在我們這些玩AMG 玩大V8的人的眼裡 - 我們也是希望賓士能再做一台內燃機概念車 - 或是實驗車也好 - 因為賓士在50年代一路到現在 - 做了不下100台測試車 - 各種引擎V12的16缸的也有 - 到現在全部電動化了 - 我就覺得我看到Vision11的當下我是很開心 - 因為我一年前其實就在Power Week有看過了 - 我當下是覺得Wow - 賓士 - 果然是賓士 - 能做出一些讓我很心動的東西 - 但與此同時就覺得Wow - 現在的時代真的已經要電動化了 - 很多廠牌不是只有賓士 - 連BMW也好 - 奧迪也好 - 他們都已經嘗試電動化了 - 可是在我們這些一部分熱愛汽車人的心中 - 電動車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科技產品 - 不同品牌出的東西都大同效益 - 對 雖然它的電力輸出的方法可能不一樣 - 或是它的電腦寫的怎樣 - 或是它的科技有些不一樣 - 或是續航力也不一樣 - 對我來講就像手機 - 每一個廠牌出的東西規格不太一樣 - 但是說到底就是一個電子產品 - 引擎不一樣 - 同樣是八缸 - 但是每一台車的加速 - 每一台車的扭力曲線全部都不一樣 - 這也是我對電動車的不感心 - 因為必須承認 - 在某些趨勢的推動下 - 電動車是必然的 - 最近剛好卡到Jerry Clarkson - 就是以前Top Gear現在的Grand Tour的主持人 - 他們也宣布退休了 - 他們給出來的理由其實跟我的很像 - 他也是覺得說現在的車都被電動車取代 - 他喜歡的是汽油車 - 所以他覺得沒有必要排他去的 - 因為對他來講 - 他已經不是在做他熱誠的東西 - 我不是在泡電動車 - 畢竟我們車隊裡面很多人有電動車 - Robert 林薇 子余都有 - 而且我自己做完自己開完 - 我也覺得這真的是一台很好的車 - 但就像我講的 - 每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- 那我自己個人喜歡的東西是 - 汽油引擎 - 是大批八 - 是嘗試不斷地去突破燃油引擎的極限 - 我希望我可以在未來的某個角度 - 重新找到以後的新車 - 在我這邊的熱誠吧 - 我覺得 - 那我講這麼多的廢話 - 我只是純粹覺得台灣能夠有這個機會 - 進到Vision 111已經很厲害了 - 尤其是在粉紅豬事件之後 - 我還蠻佩服 - 我也蠻感動的 - 我原本這部片是要拍會線 - 但是一想到說台灣有這個機會 - 真的太難得 - 我就不行 - 我衝上去 - 而且我還說實在有做功課 - 我才敢拍這部片給各位 -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Vision 111 - 順便慶祝說台灣有這個機會 - 看到這麼特別的東西 - 所以希望各位喜歡自己講到這邊 - 如果喜歡在這邊點個讚 - 如果在這邊點個讚 - 如果在這邊點個讚 - 如果在這邊點個讚 - 之後如果有這種機會 - 我還是繼續記錄給各位看 - 不管是會線也好 - 或是真片也好 - 所以各位自己講到這邊 - 我們下次再見 - 掰 - 搭乘一個那種有點半未來風的那種 - 那種那種你不要看旁邊 - 看那邊就好 - 他們應該是不用門票 - 直接進去就好 - 希望是真的 - 不然我們就錯了 - 超帥 - 欸 站這邊看很帥 - 欸 它是一個整個展場 - 我不知道欸 - 我以為它只是展那台車而已 - 為什麼電車還有分數字 - 賓士EQG - 會轉線圈嗎 - 對 就是會轉線圈的那個 - 就是這個 - 讚喔 - 他們還知道要打輪框欸 - 歡迎來看到今天的重頭戲 - 這是賓士的一台概念車 - 然後他們做的這個版本 - 叫做Vision111 - 然後它是 - 然後它是 - 我們這裡BRO回去講 - 應該比較好 - 謝謝 - preparing